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有志海主持的风水漫谈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有 1.什么是风水 2.风水的分类 3.四神,青龙,白骨,朱雀,玄武在风水中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实力 首先我们讲什么是风水 风水就是气场和磁场 风水研究的就是宇宙间气场和磁场与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 而风水学就是千方百计的营造一处好的气场 从而给居住在内的人带来健康幸福和财富 下面我们讲风水的分类 风水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研究我们人类生活工作居住在内的建筑的风水 如住家风水 商户风水,餐馆风水,办公室风水等 第二类就是阴宅风水 就是我们常讲的木下风水 接下来我们讲风水中的四神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青龙,白虎,猪雀,玄武 青龙方亦高亦挺亦实 因为它是我们的贵人方,是财卫方 白虎方亦低,亦须虚,亦卧 因为它是熊方,是煞方,是小人方 另外猪雀方,猪雀方亦空,亦卧,亦矮,亦宽畅,亦气体的流入 玄武方亦高亦实 因为它是全家的贵人方 现在我们请看下面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红画家安图生 而这栋豪华建筑的屋主 就是专门为安图生画插图的画家 当你看到这幅图的时候 你能看出这个住家空水的问题吗 首先我们看宅的大门处 站在室内向外看 前方位置为猪雀方 我们曾经讲过 猪雀方它一低,一阔,一空 因为大门吸纳的能量是从猪雀方而来 而这个房子前方却正对一个山坡 属于前高后低居 住家大门正如一个人的鼻子与嘴巴一样 当他不能从猪雀方吸收能量时 直接受害的就是入住的人 接下来我们看他的玄武处 玄武处我们曾经讲过 它是房子的后部 一石一高 因为它是靠山 而这个房子的玄武处却是悬崖 悬崖下面就是哈斯池瑞伯 这种房子的外局就决定了入住在内的人没有依靠 并且一代不如一代 而实际情况就是当刚入住之时 此家庭是财丁两旺 而接下来的却是人口逐渐的欣赏 财源也越来越衰竭 最终的结局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 有经济收入 屋子破旧而无能力修理 最终沦落为在收容所度过余生 今天的风水节目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讲住家风水穿心沙的案例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